我是政治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沒有錯 今天就是我小弟 梁赫群來代班 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的主持人 吳依佩 因為他去日本出外景 重感冒發燒在家休養 我們也是沒辦法 這個跟上個禮拜 製作人商草 是不是我來串位 那個完全是兩回事好不好 好巧不巧他就生病了 這是什麼樣的糾葛 什麼樣的糾結 又是什麼樣的糾纏呢 你看他明天會不會來上班 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那這個是不是趁你病 要你命呢 一切都是巧合好不好 一切都是巧合 當然今天我們要聊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 遠住民的朋友 到底我們遠住民的朋友 在他們的部落裡面 是有多歡樂 多開心 多麼的不合法呢 等一下他們一一為您道來了 一切都是法 首先就請到了 我們的少卿哥 宋少卿 大家好 是我們阿美族的朋友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民雄大哥 排灣族的朋友 小瑞哥好 你看很成這個樣子 就知道排灣族的實力了 下面一位郭曉曉 也是排灣族的朋友 看起來慈眉善目很多了 除了少卿哥之外 現在好像都有這個新作品要推出嘛 對 新專輯 EP專輯 是 男人難當 男人難當 有點饒口 男人難當 這個主要是在聊什麼 其實在聊這個 一個熟男的心聲 是 對 其實男人一點都不難當 在年輕的時候是不難當 很難當 但是試過今天之後 經過磨練之後 其實不難當 尤其結婚之後男人真的好難當 是不是常常會回想到婚前的一些生活 不會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我們好好的聊 不會 好好的聊 我享受現在的生活 男人難當 對 這個就與心知一定要多多支持 鼓勵我們的民雄大哥 謝謝 那我們小小的呢 我的這個新單曲第二播主打 妳和我 在11月4號就會數位上架 然後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這首歌的詞是我自己寫的 也主要是想要讓大家看到比較 比較感性比較成熟的那一面 對 因為以往我都是比較活潑 比較可愛 比較不會讓大家看到 比較內心的那一層面 是... 對... 這發生了什麼事情 怎麼突然感性了起來呢 一切都是熱謝妳和我 它是... 其實我是在... 這個在寫我以前交往過程的一些 過程跟經歷 然後都是非常美好的回憶 所以跟其他的情歌不太一樣 就是都是比較正面 比較美好的 比較甜蜜的 不是那種痛徹心扉那種 對... 交往過就會痛徹心扉 這個也是男人難當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那但是今天呢 除了請三位來聊一下 我們部落的生活之外呢 我們也是不免俗啦 我們也不太想 但是呢 我們的網友我們的觀眾 一直在push我們 說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 宜佩到底現在在幹什麼 他不是就重感冒嗎 對啊 重感冒在家裡 就讓他休息就好了 可以說他休息半年 我們也來問問看他 好久喔 他可以說話嗎 他可以說話嗎 我們看了你就知道 搞不好他等一下會比手語 我們等一下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現在連線一下 宜佩好嗎 可以嗎 酷 已經在線上了嗎 宜佩 宜佩你還好嗎 真的假的 是真的耶 好酷喔 你可以講話嗎 是不是看到我今天來代班 你講不出話 我看不到畫面 現在是什麼 看不到畫面 還是本來有 然後畫面拍到我就沒有畫面 他就聽得到聲音嗎 他就聽得到聲音嗎 眼睛瞪很大 宜佩現在有好一點嗎 嗨 大家好 嗨 我們現場有紹興哥 民雄哥還有我們郭曉曉 紹興哥你好 哈囉 哈囉 我把口罩拿下來好了 好 為什麼你看了紹興哥就看得到 看我看不到 是 有很多靈界的事情 我們不太方便說 現在感覺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因為啊 我覺得人真的不能太鐵齒 不好意思 我素顏耶不好意思 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差別 沒有差耶 對啊 真的沒有差耶 一樣漂亮啊 嗯 而且一點看不出來 你是有生病的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不來 你剛剛吃飽喔 哪屁 很會Q捏喔 這個我們在表演學上 這叫做很愛演啊 是是是 因為觀眾朋友們 很關心你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沒有 因為我去日本出了四天的外景嘛 然後 就是第一天都還OK 然後其實我出外景的前一天 我本來要去打流感疫苗 然後可是因為那天工作時間還不急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打疫苗 哎呦 然後我那時候還 還跟我的助理講說 反正我身體那麼好 不打流感疫苗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把你名字寫錯的那個助理嗎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人真的不能太鐵齒 因為就是沒有打之後 然後去日本 因為每天早上起床工作時間都很少 然後又就是因為我要講日文工作 所以我可以覺得壓力有點大 然後一直在吹海風什麼的 然後就感冒了 然後就第三天的時候 因為我實在是嚴重到 我導演看得到我的眼神就說 他就把我K掉了三個要拍的東西 因為實在是太嚴重了 然後那一天晚上在飯店裡面 我把所有的冷氣全部都關掉之後 然後把免費全部都裹起來 就還是一直忍不住 就全身很發冷 就在發冷一直在發冷 頭很痛 痛到是碰到那個頭髮 都會覺得頭快要爆炸那個時候 然後後來昨天 中午回到台灣之後 我靠近那個 檢疫的那個海關的時候 就突然鈴聲大作 就叮叮叮叮叮叮 然後就 一個人就微快 然後把我抓到旁邊去說 小姐也不能被帶 是不是有帶一些不該帶的東西入境 對啊 你是不是有被上手銬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因為我發生太嚴重了 然後我就被留下來盤查 然後因為他們很害怕說我是帶了什麼感染病 什麼東西 病毒之類的 好可憐喔 對 然後就盤查了一堆之後 還一直問我說你有沒有被什麼東西咬到 我心想說我不是去喪屍的國家 我被搗到太誇張了吧 咬到的也許不是動物喔可能是人喔 對啊 你有沒有去咬誰啊 沒有 不是 因為乙佩有講啊 因為她每天早上五點起來就要工作 一整天工作會排得很滿 她有在臉書上面講說 禮拜天有沒有 日本有沒有開業的診所啊 其實狀況當時已經很嚴重 她就想說是不是在那邊可以就醫 可是一直沒有嘛 對不對 對 對 後來我回來台 我在海關被扣留 然後被問了之後 然後海關盤查 就還有跟我留聯絡方式說 我們會請我們台灣會持續追蹤你這個病人 這樣 都弄了 是 所以你現在在家裡居家隔離是嗎 對啊 因為他說你不要出去感染別人 然後你又得了什麼重病 是 然後就說什麼 我們衛生單位會持續追蹤你 請你的電話要保持暢通什麼 幹嘛幹嘛幹嘛 有幫你搓血嗎 那要多休息多喝水喔好不好 不要再出門了 我們請鎖將把那個鎖都換掉了 你現在也沒有辦法出門了好不好 早日康復 而且 你為什麼還坐在主持人的位置啊 不是 這個我們也是臨時接到的通知啊 對不對 而且醫生說什麼 你要休息半年 那你要這個好好在家休息欸 沒有 蛤 醫生說 我休息個兩三天就好 什麼都半年 兩三天還是兩三年 我們聽到的不是這樣的 而且我們醫生特別嘱咐你說千萬不要 不要亂咬人 對 超緊張 超緊張 好啦 好啦 我們也是希望儀佩趕快恢復 早日康復啦 趕快回到我們的工作崗位上面來 對不對 多休息多喝開水好不好 先不要再出門了 不要來上班 放棄我只是來代班的 不要緊張 好儀佩多休息 我們再保持聯絡 謝謝 謝謝儀佩多休息 好 以上是儀佩最新的狀況 當然廣告之後 我們也要來連線誰呢 就是我們今天嚴謹 好不好 昨天發生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今天媒體不斷的都在報導 等一下我們會跟嚴謹 獨家的來連線一下好不好 因為他現在人在上海 我們剛剛已經找到他了 我們前天還同一桌吃飯 對啊 這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請嚴謹來說一說好不好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 今年金馬獎的主持陣容已經出爐了 是我們陶晶瑩 陶子姐獨挑大梁 記者問他說 今年有什麼特殊的表演嗎 他說要把大導演馮小剛 還有我們的影后張曼玉小姐 兩位要來合唱表演 你想這有可能嗎 來看看吧 藝人陶晶瑩 楊千佩 陳毅如 31號出席金馬替診會 身為金獎老手的陶子撇和千佩 看起來非常衝容有信心 謙虛的說見慎也恐懼 而第一次主持金馬紅彈的陳毅如也說 好在於千佩千佩 我每次也都是見慎恐懼 因為partner不一樣 然後兩個人 氣壯出來的火花也不太一樣 所以包會不一樣 對不對 在攻擊的點也不一樣 其實真的滿緊張的 我有一點想說 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聽到partner是千佩千佩以後 馬上放心了 先看中間 有左邊的地方嗎 是先人到中間 人嘛就是 既然我們是服務 姿態不要太高 不要在那邊好像覺得自己 什麼不做什麼要做 事實上我覺得就是 開心的工作就去做 心態上有調適好嗎 還是怎麼樣 這三年來我看到很多人也被罵 我就舒服多了 金馬上會除了公布得獎喜訊 大家也對表演橋段非常感興趣呢 什麼 桃子姐居然希望 張曼玉和導演馮小剛在典禮合唱 我也給志偉會一些建議 比如說看今年能不能請 馮小剛導演跟張曼玉合唱 走吧 走吧 我們金曲歌王蕭黃旗在小巨蛋開唱了 這個已經是破紀錄了 第一位盲人歌手在登上這個小巨蛋的舞台 聽說還有載歌載舞的表演 你相信嗎 台語金曲歌王蕭黃旗乘著船兒快樂出盤囉 哎呦不是啦是歡喜來開唱 29號在小巨蛋舉行個人演唱會 創紀錄成為亞洲第一位公蛋的盲人歌手 幽默的他更自嘲 不用提詞機也沒關係啦 今天我們要創下一個 比較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說 人家開小巨蛋演唱會 前面都有提詞機有沒有 今天蕭黃旗沒有提詞機 要背 我算過了 我們要背 一萬三千多個字 才有辦法把這場小巨蛋唱完 如果你們要加碼 我們可能要唱到 一萬五千字左右 話說咱們蕭黃旗為了這次公蛋 可是做了十足的準備 除了背下萬字歌詞 還搭上活潑動感的小舞蹈 讓人不心豎起大拇指 對他說一聲讚啦 所以說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成為師神 唯 她是想鼓勵大家相信 就可以做得到 我竟然可以超越自己 然後挑戰不可能的一些事情 只要你想要做 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 好 那麼藝人常常要參加各種各樣 不同的活動 對 在活動上可能會遇到一些 天馬行空的問題 一線的小聲 李一峰就遇到這個狀況 到底現場的人問了他什麼問題 好的主持人讓你萬眾矚目 壞的主持人替你挖好坟墓 大陸的魔名校草李一峰 日前一身帥氣的大衣現身 某時尚活動 準備好要在粉絲面前刷一波大的 沒想到卻遇上了超瞎主持人 問了一個包山包海包宇宙的怪問題 好 那麼在我們銀河系的那麼多的行星當中 你最想飛向哪顆行星呢 好 李組長眉頭一皺折的好難回答 好像我們風哥反應夠快 馬上想出了症結 都得看我命長不長 因為剛才說的距離都這麼遠 一飛就是很多很多光年等等 我覺得很困難 我覺得我還 我挺想去月球看一看 因為我想看一看 背後是不是有一個基地存在 這麼莫名其妙的問題 都能回答得好有邏輯 當藝人果然還是要有兩把刷子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 接著要來關心 今天最大的一個即時新聞 就是我們的藝人李妍錦 前天晚上搭計程車 跟這個建設司機發生了口角 最後演變成肢體的互動 那今天妍錦也帶著商 來召開了記者會 我們一起來關心這則報導 藝人李妍錦昨天凌晨和朋友 參加完萬聖節派對之後 帶著醉意搭小紅離開 途中因為不滿司機急停又急行 爆發口角 後來演變成互毆的社會事件 李妍錦被打趴在地 雙方鬧上了警局 今天中午李妍錦在余天的 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會 公開說明事發經過 當時我要求司機我要上車拿東西 因為我的錢包還在車上 那時我說是外套 因為我真的慌了 但司機不准動一直推我 還想開車走 所以我不讓他走 跟他拉扯 我沒有打他 他的衣服有被我拉到 但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制止他離開 所以他把我的頭 他把我拿去撞車子 把我甩飛 李妍錦全程哽咽的念完聲明稿 強調自己當時是正當防衛 也沒有破壞車上的任何東西 並秀出傷痕累累的手腳 互訴自己被打還要傷靠 但警方強調一切程序都合法 只能等待司法調查還原真相 也希望李妍錦的傷勢早日康復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好 現在我們就是娛樂 也第一時間我們連線到了妍錦 妍錦現在人在上海 妍錦 妳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嗎 妍錦 我聽得到 好 妳好 我是梁賀群 我們現場有邵清哥 民雄哥 還有郭曉曉 小郎哥好 大家好 因為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 妳的傷勢怎麼樣 現在身體上面還有沒有哪些不舒服 心靈狀態比較差 是 因為我們看到妳的臉書 妳的整個手啊 身上都有一些傷痕 現在傷勢如何 目前已經有驗傷 然後因為拉扯過後 因為當天被推跟被貓 大家有看到就是 我有被抓去撞計程車嘛 然後現在一些傷口 陸陸續續再浮出來 然後昨天有點就是蠻痛的 試了一些肌肉鬆弛劑 然後醫生是說 如果他有扶出傷口的話 就是陸續拍照存症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身體還是很強重的 因為現在媒體呢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們也都很擔心 就是說而且呢大家的狀況呢 眾說紛紜有點羅生門的感覺 是不是您可以在這個時候 簡述一下大概昨天的一些經過好嗎 我先第一點我要先說明 我雖然有喝酒 但是我沒有喝醉 要不然我不會在 當時這麼混亂的情況之下 還要拍影片自保 而且第一我上車的時候 這位司機一直 就是開車的狀態 讓我們很不舒服 然後我的女朋友反映說 他這樣會很想吐 所以呢我要求他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故意的 影片上面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我問了兩次 結果他大聲的凶我 我才跟他抱起口角 相信大家知道我的脾氣也是很自來自往 所以我跟他就起了衝突 那我女朋友因為擔心到 覺得說這個人對他已經可能會造成一些 人生性命上的安危 所以他說 先先停 然後按我就跟他要求說 請你開到目的地 我才付你錢 所以我請他開到目的地 他不開 於是乎我就開始要報警了 然後呢他也很兇的 說你可以報啊 然後他就下車 到副駕駛座後方 就是我女朋友的坐的那一方 打開車門 那時候我正在路 他把我女朋友 整個像丟垃圾一樣 把他甩下地來 然後我健壯 我也很擔心 接下來就換我了 當時我手機拿著 所以我的角度 本來是正常的角度 後來變成 低角度是因為我也被摔在地上 然後之後他又想要就是 因為我的東西還在車上 我跟他講說我要拿東西 因為我當時把錢包拿出來 所以我錢包是丟在車上的 但那時候我講外套 反正我anyway 那時候我已經不管 我就是要拿東西 然後他不讓我靠近車子 我也沒有踹他 他一直聲稱說 我踹一倍 你的行車記錄器 記錄得這麼的清楚 有踹一倍的任何聲音嗎 沒有 然後 那時候他又想要離開現場 因為我已經報警了 然後 他跟我就是拼命 他就是拉扯我 然後 有看到影片就是 把我 打我啊 還有把我就是撞車子 這些 我有點委屈是因為 如果今天這個影片沒有網友公佈出來的話 是不是我又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 是 有 還好我們在爆料公社上面 有看到這段影片 這個也是可以提供給警方做一個佐證 對不對 是 那當時你說有一位女性有人 他現在也有跟你在一起嗎 他也在 那他還好嗎 他其實被嚇到 其實 現在我們兩個 我算比較 在緩和心情 但他 他現在的狀態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 講到這個我怕他會痛哭 是是是沒關係 那也請他多休息 而且他現在 他現在 又去看精神科在吃憂鬱症的藥 因為 你們當天其實有聽到他 其實當時他真的是嚇壞了 而且我女朋友家裡環境不錯 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 他當場這樣就是 因為他很瘦 他才15公斤 他整個被摔在地上 然後 只能尖叫 然後哭喊 對那就情緒難免受到影響 我們是有疑惑的是 我們看到這個電視那個新聞 他說他是被靠在手銬了 對對對 因為今天余天大哥也有講嘛 就是說 有靠手銬還有收聲這樣的狀況嗎 顏謹沒關係沒關係 顏謹 我雖然平時很嗆辣 但是我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違法的事情 然後 第一次被上手銬 當時我有問我可不可以回家 因為 警察到的時候已經是倒地 那我們兩個躲在地上 我們是靠警方幫我們摻扶 我們才能站起來 對 那為什麼 我們會被當成現行犯 靠上手銬 好像我們做錯事情一樣 這個 我現在還在跟律師討論 到底是 有執法過當還是有什麼行為 我對於法律這種東西我不懂 而且當時深夜我根本無法找到律師 然後 只能照他們的步驟 而且 我覺得 如果今天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 就是對方也應該要受到相同的待遇 對 可是我們兩個 被脫完衣服收身完畢之後 出來看到他 只是被檢疫的收身 我女朋友當時就舉手說 請問為什麼他不用脫衣服收身 對 而且為什麼要到脫衣服收身這個步驟 對啊 我納悶 我女朋友 因為他不是公眾人物 所以 他也不想就是直接這樣證明回應 但是他告訴我 他說 因為我當時我有穿收身衣在裡面 比較難脫 我是脫到穿收身衣 然後還有小可愛 然後 他們是直接觸摸 肢體上觸摸 伸進去摸有沒有檢查 有沒有東西 那我女朋友是被脫到一絲不掛 內衣內褲全脫掉 然後我女朋友說為什麼 我要這樣子被收身 當時女警跟他說 你到地檢署的時候 會更嚴格 我現在對你 算是很客氣的 為什麼 對 不是 我們比較疑惑的是說 這個過程是必須要的嗎 是必須的一個過程嗎 這些我不懂 是 我只能 我當下只能配合警方 是 那因為你有說到就是說 因為你跟他是靠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他還一直問你說 是不是需要和解 我補充一下 是 因為我跟我的律師聊過 他說 當時 即使我是跟他扭打 即使我是現行犯 其實我可以喊送 我可以不用被帶到地檢署去的 他說我是不用上銬的 據說他們還說你是被告 對 因為對方也告我傷害 然後 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所有的朋友都很關心我 都有跟我說 你不應該被上銬的 因為你可以喊送 而且在當時在做筆錄做完的時候 我有要求說我想回家 但是警方說我不能回家 我是現行犯 我要被移送 是 請問 兩名女子被打趴在地上 你是無法走路 全身都傷很累累 是 為什麼還要接受這樣整天的折腾跟折磨 對其實這個整個過程 也許可能 是不是執法過當 或是不是有爭議 這個我們因為已經進入司法調查了一個程序了 我們被關在一起 在一個房間裡面 對方就坐在我隔壁跟我靠在一起 你說男生跟女生關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對 總共四個人 其中一個男生我們還問他說 你為什麼會進來 他是酒駕 然後 對方跟那位男生 有豆漿 有麵包可以吃 我跟我女朋友 沒有 我女朋友要求了五次要喝水 沒有人給他水 後來我要求有給我水 是 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其實今天余天大哥也有說 他好像也有去跟這個分局的分局長 做一個了解 那當然現在已經這個 在這個司法的程序 那我們也希望司法能夠還 我們這個當事人的一個清白 嚴謹 你多休息好不好 多休息 現在先不要想這個事情 多休息 加油 相信大家都會持續的關心你 跟給你加油打氣好嗎 對 加油 我會加油 我會堅強 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嚴謹 那你要多保重 有什麼狀況 隨時跟我們保持聯絡好嗎 嚴謹 謝謝 謝謝 謝謝你接受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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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嚴謹可以早日康復 趕快來回到我們工作的崗位上面 至於這個司法的部分 我們就交由這個司法單位來調查 那也希望 趕快能夠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那廣告之後 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 我們會聊一下我們的原住民生活 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狀況呢 原住民的朋友都知道了對不對 每年都有很多的慶典對不對 對 難免也會帶一些民間友人 一起回部落共襄盛舉一下 當然 可是他們回去好像都不太適應 部落的生活 也不是 他們其實 有一次我就帶我乾媽 我乾媽還有乾妹妹 邵星哥也知道 威媽 威媽 還有小威 然後就帶回部落裡面 很多的親戚朋友 就一起吃飯 你真的確定他們兩位適合部落的生活嗎 很適合 很適合 欣喜若狂 一路上都不睡覺 就這樣 不睡覺 然後就是一直說 可以 終於要倒假了 你有提醒他們 那不是迪士尼樂園 那是部落 對 他們比照是迪士尼樂園 那種欣喜若狂的感覺 結果到部落之後 很多媽媽們一進來 就大家一起吃飯這樣子 有一個媽媽就很生氣這樣 突然生氣 我也覺得很壓抑 威娜 你怎麼這樣子 講話那麼大聲 不是 太生氣了 你這個朋友 你在乾媽媽 你在乾妹妹 怎麼都長這樣子 很危險你知道嗎 代表亮了 代表亮也不行 代表亮 對啊 他說你等一下那個 那個阿伯 等一下那個 坐輪椅都會站起來 我跟你講 坐輪椅也站起來了 原住民講話都很誇張 是真的 太漂亮了 就跟我那個乾媽媽 跟那個乾妹妹說 你不能亂走動 我跟你講 會有很多那個兔子 太漂亮也不行 對不對 還有什麼樣的人不行 聽說我們圈內的朋友去 也不行是不是 也不是不行 就大家會比較熱情嗎 比較熱情 招待他們 電視上看到的人嗎 對 就是我有讓這個榮祥回去 是 應該不是現在的事 不是現在的 當然不是 多年前 真的站起來 站起來 然後 其實翔哥在這個演藝圈的人員非常好 是 那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他的酒量是非常好 對 那個時候回去 但是他 我很難得會碰到他 帶原住民回去 然後試試融翔 那大家就覺得非常開心 我很難得看到他30分鐘 居然就說他要回家了 蛤 這30分鐘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沒有停的 沒有停一只和 沒有停過 沒有停一只和 真的 很容易 在部落 尤其是祭典的時候 封年祭的時候 我有一次也是 我跟余冠華 我們那時候在拍戲的時候 去那個 南投那個一個部落裡面 我們剛好在拍戲 那個鄉長很熱情 他說晚上到我家來吃飯 我要請哥 然後我說 真的喔 不要啦 不要太麻煩 他說不行不行 我叫我那些兄弟們接你們 上去 接我上去到他家 你知道嗎 他家裡面 好大喔 然後呢 大到怎樣 我黑 天黑的時候 我跟冠華說 我們應該要走了 這裡好恐怖喔 這裡沒有杯子耶 是臉盆 臉盆 我們一到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電鍋 你知道嗎 電鍋 那個啤酒就是三罐這樣子 直接用大銅電鍋來喝 對 一個人 一鍋這樣子 他說這是我們 不容忍的心思回來的 呼呼呼 呼呼 這個要喝完嗎 呼呼呼 喝都是那個小米酒是嗎 沒有沒有 啤酒 啤酒 直接啤酒喝下去 我先喝嘛 就把它喝完 熱身一下 然後換冠華了 然後我真的要喝 冠華也喝完 我冠華了 我冠華那眼睛已經開始恍生 已經 肚子已經 已經脹到不行了 後來我說 就生不了了 生不了 我先去後面找廁所 你們廁所在哪裡 這裡沒有廁所 全部都是廁所 全部都是廁所 我跟冠華 就跑到一個樹叢裡面 這樣子 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很奇怪的 很急促 呼吸很急促的聲音 結果我們往後面看 是一個水路 真的 好大的水路 就在我們後面 我以為是馬你知道嗎 那香腸養那個水路 養在家裡 天啊 那個香腸家 都沒有隔間的就對了 對啊 直接整片山就是了 我跟冠華是用跑的 不能 然後冠華跟我講說 不是 再不行 此地不宜久留 明天還有事要辦 還要拍戲 對啊 兩個人 入荒而逃啊 他們是拿酒 是一箱一箱這樣子 一箱一箱 三箱這樣子 是 鄉長家本身就是 煙酒公賣局 真的 是不是有帶 賭妮哥也回去過 對... 我帶何賭妮回去 那何賭妮是喝到 一直睡在我們家門口 然後第二天早上 因為我們家花東海岸線嘛 所以太陽是直接從 那邊升起來 新鮮的太陽 那何賭妮是第二天早上六點多 然後他就發現 太陽光有被遮住的那種感覺 他就眼睛睜開 結果是我的大表姐 早上六點已經醒了 然後左手的各一瓶 Durin 你醒了快點起來 就一罐 他才剛醒還沒刷牙 對 就像躺著 肚子是空的 就被撩起來 好吃 豐年紀 然後再 再醒來的時候 又是第二天的早晨了嘛 對不對 不是 可是聽說 因為我們這個夜店 夜生活有很多風格 有年輕人去的 有阿公店年老的人去的 對不對 有電子樂的 也有專門給男生去的 專門給女生去的 聽說有專門給原住民去的夜店 是不是 對 在屏東滿有名的一間 然後我那時候是帶我平地的朋友 去他想要見識一下 我也想讓他見識一下 什麼叫真正的嗨 然後我就帶他去 然後他真的是嚇到 因為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都要在桌子上跳舞 因為... 然後他就一直狂説我朋友 就是灌酒還什麼 然後我們全部人 就開始很害的 然後每個人都往舞台那邊跑 就是每個人都在搶舞台 所以你就看到舞蹈員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跳舞了 那是因為你們太漂亮了 然後一直想要表演給你們看 就是原住民的表演欲都非常強 所以舞台上幾乎都是 從頭到尾都是沒有空過的 沒有人場就對了 沒有人場 秀琴就常常這樣子 秀琴怎麼了 秀琴就是常常KTV唱一唱 他就已經上桌 你就後來唱一轉身之後 只看到一個大腿有沒有 對 他就已經在上面了 快點 少青哥快點 我心癒癒大癢 我心癒癒 他有沒有別首歌 是 熱血抵合 而且所有的人衝上舞台 主動要上台表演就對了 對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狀況 遠住民的生活真的好瘋狂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了 好哭 歡迎回到我們就是娛樂的現場 因為剛剛有聊到我們 遠住民朋友的生活 遠住民朋友音樂細胞 一定是很強的對不對 那是 不會唱歌的遠住民很少 就像不會打籃球的黑人 不可以 對不對 不能這樣講 是不是 而且部落每個人都在唱歌 聽說每家都有卡拉OK機 也有五音部分 人家政府要來補助裝電視 他不要 他說可不可以補助裝卡拉OK 補助躲避司 是不是 是不是家裡每個家家戶戶都有 幾乎過年的時候 然後家裡都會租用租的 租那種卡拉OK機 大型的 對...大型的 然後還有按鈕的 所以大家去回家 就是一定會唱卡拉OK 然後都會把號碼給記起來 比如說4008完整之類 就是直接點下去 對 遠住民真的很厲害 不用看歌本 我們去KTV是不是這樣 一直找歌本 對... 找太久 他還會問你 你是來圖書館嗎 對啊 你在找目錄嗎 可以 那你怎麼 你先點吧 你還會推給他 不用 4 5 3 2 1 然後還會講這樣 我心雨打陽這樣 直接就出來啦 什麼熱情的沙漠什麼之類的 直接就來啦 那這樣唱下去還得了嗎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自己 必備的歌曲啦 對不對 對 所以每次要唱歌 都要等很久 所以聰明的 那機器很好的那些 部落的那些 唱歌的那個高手 他直接就拿 他先 不是先看那個卡拉OK 先看也要空氣在哪裡 對... 他就在旁邊這樣 馬上這樣 準備好 對... 五首歌都是他的 超久 也不用本子這樣 就是個人的小型演唱會 就對了 對... 有沒有什麼比較客難的方式 比如說沒有卡拉OK 沒有卡拉OK 也沒有樂器的話 那怎麼處理 樂器都沒有 最壞的辦法就是 互相數弱 打講笑話 對啊 但其實我們也很喜歡清唱 就是晚上的時候 清唱喔 大家一起在一個家裡的人 一個家面前就會 大家坐下來 可能升個小火 我們就會一起清唱 然後唱原住民的歌曲 然後... 對 音唱這樣子很歡樂 這配合在這個大自然 對... 很多不該發生的事就會發生 其實這邊我可能... 滿爛漫的 對 其實我這邊可能要多講一點 就是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原住民一定要烤火 其實在以前都是原住民部落的時候 那種木造的房屋裡面 烤火反而會讓你的房子 越來越堅固 烤火是讓你的房子 會越來越堅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作法 因為台灣 台灣是一個很潮濕的一個地方 對... 跟廚師機的概念一樣 對... 你那烤火你上面的你的藤 綁的那些藤子什麼 都會收緊 才不會讓你的房子會崩塌 以前我們那個鄉下裡面的 木造的房屋裡面 尤其是那個燥有沒有 那個火從來沒有熄過 對 火是不熄的 24小時都是... 都是有排火 就是跟光明燈是一樣的 對... 沒有... 可是在這個... 你說在這個屋子裡面烤火 僅限於部落 電機前面觀眾朋友們 不要在家裡面睡了 對... 僅限於部落而已 對... 大都會裡面大樓不行... 不可以... 不要開玩笑 是不是也有帶樂手朋友們回去部落過 對... 以前在南部的時候 常常會帶一些樂團或是員工 或是到部落裡面 尤其是喜慶宴會的時候 或者是有慶典的時候 那回去的時候 一直讓他們開心 大家放個兩天假這樣 帶你們去部落 好... 大家就一台車兩台車這樣 一進去的時候 開始... 哇... 唱歌... 好熱鬧喔 哇... 大家都說 從中午開始一直喝 大家一起跳舞 到下午一直跳舞 因為你準備樂團來了嘛 對...很開心 大家一起玩啊 大家都認識朋友啦 就交代一些兄弟姊妹啊 就是... 好好照顧我的朋友 然後晚上 我就可能會先回家睡覺這樣 就晚上睡覺的時候 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準備要叫他們說 起來吃飯的時候 怎麼都不在啊 這些人去哪裡啊 然後就... 怎麼那麼早就起床了 是不是直接送急診了是不是 結果我遠遠看到 我四個舞朋友這樣 他被扛了... 扛著回來了 他就說 被扛著回來吃早餐 我說你民主家在這裡的時候 你去哪裡了 你那個叔叔啊 你那個表哥好厲害喔 我還沒睡覺耶 還沒睡覺 喝到天亮 一直喝中間沒有斷喔 喝到天亮 然後說 剛好早餐的時候 大家又聚在一起 又開始了 又開始了 一看對眼了就換了 對... 又眼睛一睜開 又看到九桌 那個九桌上又看到那個 不該看的東西 好怕的東西 我要睡覺了 他說不行... 早上不要說喝 看到那個都想吐了吧 對...會反胃 沒錯... 那個團員知道嗎 他偷腦的鑰匙 叫另外一個人開車 把我的車開回到屏東去 開回市去 落荒而逃 直接落跑就對了 直接落跑 怎麼可能會這樣呢 此地不依久留 部落慶典的時候 的確是很瘋狂 是 對...因為那個就是我們的過年 很熱情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比較開心 像我朋友就會有那種 就喝醉了 會把警車開回家 把什麼開回家 超扯的 把警車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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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理由是 誰叫警察來領檢呢 來錄檢嘛 對... 你自己開出來 開到我們這裡的 對... 所以... 我待會兒再講 我待會兒再講 到底這台警車是怎麼樣 被沒有人知道的狀況之下 被原住民的朋友開回去 廣告之後馬上揭曉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的現場 喝醉酒把警車開回家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都之前在傳說 是我把警車開回家 其實不是 不是... 對... 花東地區是很少會有零檢的 是... 除非是有抓通緝犯 因為一般人 都常常會掉一些摩托車嘛 花東地區常常掉警車 是真的嗎 常掉警車 是因為那個原住民警察 自己都在喝這樣 而是先查播一個 是真的啊 是真的 就有一個警察朋友 他自己喝喝多了 然後在部落裡面 他就騎摩托車回家睡一覺 睡一覺就在院子裡面睡嘛 所以就突然眼睛睜開 根本就迷糊了 然後就看到那個天空的雲很漂亮 一朵一朵 他就直接抓了無限電就開始叫 共軍的閃兵已經降落在我們台東 什麼什麼部落這樣 真的假的 哭叫共軍的閃兵已經降落我們台東 顏平部落 顏平部落 太扯了 花東地區的警察的Radio都很忙 之類的 以前那個BB Call時代也是一樣 以前常常說會遲到嘛 有時候在家鄉裡面回部落放假的時候 阿嬤就說 你趕快去上班啊 沒有啦 走啦 然後就在那邊喝喝喝喝 他有穿制服喔 結果不勝酒力了 就躺在沙發上這樣 BB Call來了 嗶... 那阿嬤就說 接電話 你的嗶...一直在嗶... 接電話 他受不了 嗶了很久 那阿嬤受不了 直接到BB Call 打喝酒醉了啦 直接跟BB Call 把他當無限電話再用啦 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是不是有看 那個BB Call這樣拿起來 都是這樣的回話嘛 他在家裡喝酒醉啦 他在幹嘛... 他今天傳訊息 有沒有 所以媽媽就認為自己的孩子就是 那樣子是可以講話的 那一開始 他在睡覺 你不用喝酒啦 不要逼了他在睡覺 警車被開回去到底是怎麼發現的 然後就是華東難得的領檢之後呢 我的朋友就開車... 喝了喝了開車 然後警察就攔下來 攔下來以後就請他下來酒測 是... 因為警察也是他同學啊 都是紙機人 對...都是自己人 所以就是說那你趕快下車 我給你20分鐘 15分鐘 你趕快漱口 是... 或者是他們有講過 就是一罐可樂 那種玻璃罐... 不是玻璃罐那個... 一開罐 整罐一口氣幹掉 趕快降低你的那個度數 是 還是在旁邊... 喝水 算是法外開恩了 對對對 現在也就是人權嘛 是... 讓你有這個機會 如果說不定你就可以降低一點點 嗯... 結果... 遠遠的就一部車超速那樣子 整個警網就上去了 四個就上 他一看警察都上去了 唉唷... 同學不管我了 然後他就上車 就把車開回家 不好意思他上了什麼車 他...反正就開車回家 那他車就停在前面啊 開車回家 幫他 對啊 那倒車 在部落裡面 我們常常會有那種那個車... 車庫啊 車庫 自己搭的 自己搭的 帆布的那種... 那種鋼架這樣拉起來的 所以都很矮 剛好你的車子 他就倒車的時候 就... 上面還卡到 奇怪 平常回家倒車都不會卡到 你開座車 好 不管了 然後就... 就睡覺了 睡覺警察就... 出來開門 唉唷先生 同學 同學你好 嗯 你昨天... 有... 一大早喔 你... 昨天晚上有開車喔 嗯 嗯 你昨天有喝酒喔 嗯 嗯 你昨天... 有碰到我喔 嗯 對啊 連這個謊都... 連這個謊都... 對 連這個謊都... 還記同學耶 對啊 那...同...同學那你可以幫我個忙嗎 幹什麼 帶我到你家車庫一下 嗯... 可以啊 好...去... 一到車庫我就瘋了 同學你還沒有出門 把我們的警車還給我 而且為了停... 停進去那個車庫 還把那個警燈給撞在地上 沒有 他真的是喝多了啦 對 最後的時間我們留給民雄大哥 還有我們的郭曉曉好不好 你們的新作品 再跟我們觀眾朋友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的新作品 男人 男當 即將在11月中旬的時候 然後EP裡面會同步上架 是 會在數位上架 那小獎呢 我第二首主打 我和...